重庆日报最近一篇报道引述多名知名专家的话 肯定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 但报道被其中一名学者揭发造假 这位学者说 他不但从来没说过支持唱红运动的话 而且压根反对唱红歌 他同时指出在去年 重庆日报已冒用过三次他的名字 重庆日报在今年大年初一2月3号刊登 2010知名专家热评重庆 文章中许多专家歌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过去一年的唱红打黑运动 其中引用北京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作来的话说 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 这篇文章随即引来吴作来的反击 吴作来在新浪微博发出博文说 郑重声明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完全是欺骗 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 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吴作来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重庆日报在去年已经连续三次冒用他的名字 原先他担心严格追究会影响重庆日报的相关记者 但重庆日报却一再假冒他的名字使用 让他忍无可忍 被迫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明 吴作来还表示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些红歌 因为会勾起小时候痛苦的回忆 他说重庆日报是要利用学者来给唱红打黑擦亮招牌 通过他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在弄虚作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退休主任吴宝章认为 中共媒体造假早已不是新鲜事 他建议像吴作来这样的受害者应该提出法律诉讼 吴宝章还表示唱红歌就像吸鸦片一样 吸收红歌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所谓红歌它是建立在过去的中共的罪恶历史上 大部分东西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东西拿来以后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纯粹是为了吸毒 这是唯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在吸毒 另外就是说现在来唱红歌 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东西可以去唱 为什么要唱红歌呢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眼下已经拿不出什么牌了 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 目前旅居加拿大的姜维平 长期调查薄熙来 姜维平指出 重庆最近两年的唱红打黑运动 采用了大量的造假手段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打黑 而是为了打击薄熙来的对手 刚开始文强还没判呢 那时候就说什么呢 文强把几千万藏在鱼塘里 第二个呢 文强的第七位谢财平对吧 在没判之前 重庆的媒体报道 他养了八九个二爷 最后呢 等审判证明 就是他和他的一个司机有点私情 就是他为了这个搞得唱红打黑啊 欺人别人的眼球 把自己弄在镇上捧起来 他不惜任何的代价 造谣诽谤 污蔑 轩染 这些东西啊 他过去的大连啊 他都搞不好 我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 吴作来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表示 他没去过重庆 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 他在微博上留言说 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吗 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然而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 勇气是哪里来的呀 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 新台人记者吴维 吴慧珍综合报道